双碳目标之下 新能源汽车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 抓住了就是机率 抓不住就是挑战 汽车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哪座城市会率先建成 世界瞩目的汽车新城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 要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路子 面对新能源车的冲击 传统燃油车企业何去何从 存量我们做创新 随后我们的增量一定用到极致 我国如何在新能源汽车时代 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汽车补贴政策会不会延长 未来汽车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谜底对话为你揭晓 对话由用数字化 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独家冠名播出 由出口全球五大洲的 中国高端酒庄 就荣誉特别呈现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对话 我们今天是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的现场 进行的录制 新能源汽车这个词 最近越来越火 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今年的一到八月 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 分别达到了181.3万辆和179.9万辆 同比增速都是1.9倍 特别是在双碳目标提出的大背景下 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添了一把火 先来问一下万主席吧 双碳目标提出以后 您觉得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 究竟怎么样 机会究竟在哪呢 今年上半年截至六月底 全世界销售了245万辆 其中中国贡献了120万辆 我们的增长率大概是200% 英国的增长率达到了180% 德国是170多 美国同比增长了115.8 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它说明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已经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既是一个机遇 又是一个挑战 电力驱动 智能网联 低碳出行 意味着我们汽车产业 要面临着能源动力的变革 要面临着制造和运行的变革 又要面临着整个社会低碳 和安全出行的变革 所以这三大变革 对于每一个汽车的企业 抓住了就是机遇 抓不住就是挑战 王总是汽车产业的掌门人 您觉得是机遇多一点还是挑战大一点 刚才主席也讲 这三项叠加起来 恰恰是一期未来越先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应该是说传统车 中国起步还是比较晚的 我们跟欧美这些发达的 或者日本丰田 包括韩国 我们想在老路上超越 应该说难度和我们付出的努力非常大 恰恰是预照这种新的时期 我们是以电区为主 以车端网联为主的 这种应用生态的转变 恰恰让大家重回了一个起跑线 再加上是中国这种巨大的市场 我也相信在未来的这种产业升级和变革当中 我们中国的汽车产业一定会引领 或者叫走在整个全球汽车产业的前列 在我们变局当中我们有盛举 王总提出来了 就是我们不能再跟随别人走 跟随别人走可能难度非常大 我们海南省现在在走一个非常前卫的一个路线 双台目标是2020年的9月份提出的 我们在2019年的4月份就提出了 到2030年的时候 在海南全省禁售燃油车 到现在可能也是全国的唯一一个 可能很多人觉得 这个目标是不是海南对自己太苛刻了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还是中央有要求 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 其中有一个区叫生态文明试验区 中央提出了比较高的定位 因此我们把汽车的节能环保 大规模的普及使用新能源汽车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 也是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我们叫四大标志性工程之一 第二考虑就是海南有需要避海蓝天 绿水青山 这是海南非常稀缺 非常重要的资源 海南的生态环境只能变得更好 不能变得更差 第三呢 未来有前景 我们一直在想海南的自茂港 包括海南的产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的模式和形态 要谋划未来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是一个代表 未来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原来我在做经济研究 如果一个新技术新产品 占到市场份额 百分之一之后 可能是一个跨越式质的飞跃 现在看呢 新能源汽车 已经远远超过了这样一个坎 成为一个 有着足够的商业模式 有够足够的发展内在动力的 一个新的产业 所以我认为海南更多的是基于 海南的新能源汽车的市场 我认为未来可能是 全国增速最快的一个市场 双碳目标的提出 实际叠加了一个 非常有全球共识的一个战略性目标 而这个目标考虑是一个 包括生产的过程 到使用的过程 都要考虑碳的因素 越接近2030年的目标 就要考虑到 废旧电池的回收利用的问题 考虑到充电的基础设施的 比较及时的匹配问题 等等有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的压力啊 任务啊 会越来越重 刚才冯先生讲的一条 很重要 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的 随着我们电力系统的新能源化 我们面对这个碳中和的目标 是要建立一个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系 它必然会大幅度的减少碳排放 后来又对企业提出了一个要求 通过智能化的制造 来减少能源的消耗 通过材料的节约 低碳化 来减少制造过程当中的碳排放 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就要考虑到它的回收和利用 形成一个循环的经济 这样的话 全周期的碳监排 就能够达到我们汽车产业的 全产业链的低端化发展 万主席好像对海南的情况特别了解 能不能给冯厂长提提建议 觉得他在哪些方面 着重做一些努力 就能成功得更快 海南作为一个导致经济 它就具有了四番引领的基础 和四番引领的能力 海南在设定了2030年竞售的时候 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 我们每一年要做到多少辆 要建多少个充电桩 在什么地方能够满足 满足谁的需求 将来我们可以设想 用不到开车来了 在湛江坐个快船 半个小时就到了 落地以后我们就可以 租一个行动员汽车 然后沿着环岛的公路 去探究美丽的海南岛 要给冯厂长提的建议 就是我们要形成一个 基础设施 又要形成一个 这样的一个运行模式 要使每一个来旅游的旅游者 也要感到舒适 感到便捷 更感到安全的出游 海南的经济 也会随着这种新的形态 成长起来 加上自由贸易港的优势 那么就能够完成 国家富裕的建设 国际生态旅游岛的 这样一个任务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 放眼全球 可能因为汽车而兴起的城市 特别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 意大利的都林市 著名的汽车设计之都 法拉利 兰博基尼 马沙拉蒂 阿斯顿马丁 这些豪车 大多数都是这个城市设计出来的 斯图加特大家也很熟悉了 这个城市在德国 它是保时捷和奔驰的总部所在地 所以很多人都说 斯图加特是汽车当中 贵族的一个代名词 另外一个城市 日本的丰田市 看名字就知道 丰田市是丰田汽车的总部所在地 也是日本的汽车城 还有一个城市 美国的底特律 美国的汽车城 福特代表的公司 流水化的生产 就把奢侈品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就是在这座城市 这四座城市各有各的不同 冯省长 在您的心目当中 您想把海南建设成 这四座城市当中的哪一座的模样呢 海南的定位我们提出来 叫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交汇点 国内国外的八字形的这个 这个连接点 我们要打造国际设计岛 要打造清洁能源岛 因此海南不是和过去的汽车之城 相类似的路词 可能是多业态融合的概念 不是汽车制造业一个环节 我总结有六个字 第一展 展销 体验 要使得中国包括世界的新人员汽车的 最新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的车型 能够通过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这一个平台展示出来 甚至是引领消费 第二 海南最有可能现在先做的是设计 当然包括部分的研发 比海蓝天会激发设计灵感 现在由59个国家到海南是免签证的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全球 可能第一个外国人就业的负面清单 海南自由便利的政策 会吸引很多国际的设计大师来 第三个是造 也要做制造 但是做制造要扬长臂短 不是说追求量 我们追求的造是高端的制造 是智能的制造 第四个字是会 汽车界的领导专家企业家 大家共聚一趟来研讨赛 就是我们要搞赛事 特别是围绕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车 一个赛的平台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在自动驾驶上赛 你的技术是到了L3 L4还是L5 那不是你说的 我们要赛一赛了 最后一个是油 我一个非常切身的经历 就是我到德里斯顿 看到玻璃工厂 消费者可以到生产线 去亲手装他的爱车 去体验 这样一个旅游功能 我想是和海南的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 这个功能结合起来 海南要做汽车的话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智能化的 甚至是梦幻工厂 这样一个概念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 要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路 封城长讲了自己的构想 海南的优势已经特别明显了 王总 如果让您的企业参与到 海南的整个汽车产业当中 您觉得在这里面 您更愿意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服务者 永远的服务者 我们到2025年 红旗车的销量 我们要突破120万辆 其中新能源车 要干到50万辆以上 到2030年 契合 咱们海南省进展的目标 电动 红旗品牌 这个全部电动化 海南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它是中国汽车产业 第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场的所在地 全球在亚热带地区实验场 只有三个 但具备三高加一多的海南独有 就高温 高湿 高盐 多雨 就是我们正在申请 国家第一个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 处于亚热带三高一多地区的检测认证中心 还有一个与我们出行最关联的就是车辆耐腐蚀 今年我们要申请Croson Auto的白金牌认证 以新能源测试加智能网联测试为前提这种车的耐腐蚀性测试必须在这儿过 如果它过不去 它在国内公告上不了 它也消不了 这是我们为它转型或者要升级 打左端效率曲线 这条把它打得越粗越高的一个极点 海南省是全国放开路权 就是自动驾驶路权测试 里程最长的城市 现在放开了129公里 也是在高速公路放开路权的全国第一个 放开了26公里 我们现在围绕着用户场景加体验的 围绕着新能源测试能网联的 这种能够让用户感知到的创新技术 在这方面我们在海南争取打造成全国第一个 工程长他们要建环岛的1000公里的 这么一个叫旅游的高速公路线 我们在给它设计整个环岛的这1000公里的 有带40个驿站的 我们这条环城高速一定变成全球最美的 以新能源为前提的 就越跑空气越清新 越开智慧越高 让人无忧地在车里面尽享生活美好的 这么一个场景 现在正在给它做 智能网联车实际上是和新的消费业态要结合起来的 刚才王总讲的环岛旅游公路 有一千多公里 我们的设想就是 它是努力成为全中国最智能的一条公路 将来要作为实测的无人驾驶的公路 现在都是分段在实施 将来是全程 全场开示的 我们还有一个更加宏伟的设想 这样我们就一步一步地去往前走 其实我们说要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蓝图 首先它得有车 王总所在的一气是从传统能源汽车起家的 但是造传统能源车跟新能源车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您觉得在生产流程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需要怎么来解决 传统车和新能源车 中规一条都是车 车是有基础底蕴的 这也是我们传统车企 向新能源领域进军我们的底气和底牌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整车讲 冲汗图总四大工艺 未来可能就一个总装 整个车身是3D打印的 我们的颜色都打上去了 这个冲汗图就给它省掉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统动力的燃油发动机 热效率现在只达到40% 到轮边的驱动效率只有20% 所以说未来我们会往50甚至60上走 高效燃油发动机 再加上一个极致电池的效能 这种过渡我们会很快地适应掉 这就叫我们把存量做创新 随后我们的增量一定用到极致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传统汽车的产业 还是造车新势力 都会去顺应这场转变 我们要创新它的商业模式 或者叫创新它的服务模式 就是以客户为中心的 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 会是未来的主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海南作为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体验区 就会提供很多很多可能性 使人们能够到这来 就是感受我们未来新能源汽车 为大家提供的服务 刚才冯生说 竖起来是一个八 你在这个连接点上 横下来它是一个无穷大 你又在这个连接点上 所以这个连接 它不光是机遇 也是我们一个责任 我们有必要作为 全国推广新能源汽车的 一个饰演区 同时又要成为全球 推广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示范区 这样的话 就为全球的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碳中和 做出我们中国的方案 和中国的贡献 双碳目标之下 新能源汽车将面临什么样的变局 抓住了就是机遇 抓不住就是挑战 汽车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哪座城市会率先建成 世界瞩目的汽车新城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 要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路径 面对新能源车的冲击 传统燃油车企业何去何从 存量我们做创新 随后我们的增量 一定用到极致 我国如何在新能源汽车时代 从汽车大果走向汽车强果 汽车补贴政策会不会延长 未来汽车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李底对话为你揭晓 就不光改变了生产端的 整个的产业链 我们消费者的一些观念和消费行为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和变革 从消费者的体验 他会感受到一些切切实实的变化 如果今天我们说 我们买一个车 在家里上下班用两个小时 剩下的20小时 你要么放在车库里 要么停在你上班点的车库里 停车费你得着付 保险你得着付 就是我们现在 在个人用车的使用效率过低 从某种意义上 它也是一种浪费 怎么样来提高我们的使用的效率 真正做到低碳出行呢 现在实际上已经有很多的尝试 公交车出租车是一种传统的尝试 网约车综合运行服务 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今后我在设想 对于我们每一个用户出行的时候 三年以前我讲智能网联的时候 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说我是希望以后的车 也就是不久以后的车 是佐罗的马 佐罗这个电影 讲的是墨西哥大侠 他的马呼之即来 挥之而去 那么以为我们出行之前 先呼唤好我们的马 他停在门口 等着你出行 等你从超市大包小包买回来 放在车里的时候 你只要在门口卸货就可以了 他会自己找到自己的输营地 这个是在不久就会出现的 他会对我们整个就车辆使用的方法转变 你要知道美国一千个人当中有八百 近八百五十辆车 在德国近七百辆车 在日本也有六百多辆车 而中国我们现在 仅仅不到三百辆车 我认为我们国家不会遵循 他们发展的这个路径 去搞那么多车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出行的需求 应该丰富 应该随叫随到 应该同样的方便 同样的安全 更加方便 更加安全 就是对汽车制造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左楼的马在我们红旗上已经实现了 就是挥之即去 招之即来 我们叫AVP 叫代客泊车 还有一个自主泊车 跟随泊车 这都已经有了 已经量展了 未来的车的变化是神经变了 原来我们这胳膊腿大脑 车上指挥胳膊的 指挥腿的 指挥眼睛 指挥鼻子是不一样的 一百个大脑 未来得是一个主控大脑 这个大脑是决定着未来车 能够走到一车前面的最核心的要素 我们整个中国汽车产业 我们对前沿的互联网技术 我们对前沿的大数据的分析 对前沿自动驾驶技术研究 我们已经领先于全球了 通过我们海量数据的这种 模拟仿真的实验验证 再加上适度的车的实测验证 这样的话我们周期会大大缩短 但是质量会越来越可靠 我觉得挺赞生的 我们所说的这个变革以后 它打下来的底子是什么呢 就是硬件结构的标准化 和软件系统的多样化 就为我们所说的软件定义汽车 提供了先决条件 因为现在的汽车结构当中 它所说的三级四级供应商 四级供应商 你根本不知道它供应什么东西 你就知道它供应你一个东西 你这样安上去 今后大家是透明的 也为未来的产业的参与者 提供了很多很多信息 谁也不可能雇在某一个零部件上 生婚长20年 也许他就要跟着潮流去走 也许他引领潮流 也许他被潮流所淘汰 所以这种挑战 我们作为在座的汽车人 头脑当中 就要记住我们老祖宗说句话 就是说苟日新日新又日新 创新将会引领着新能源 汽车的智能化 安全化 绿色化 高效化 再往前走 提到新能源呢 就不得不提到现在的一些讨论 比如说技术路径的问题 到底新能源应该走纯电动的发展方向 还是油电混合的发展方向 还是轻能源的发展方向 这三种当中 万主席您觉得 哪一个方向最能代表 未来新能源的发展 2001年我们在规划 新能源汽车的时候 我们考虑过这个问题 它牵涉到一个 成熟产业的转型的问题 您刚才说问得很准 当时我们就定调三重三横 所谓三横就是他所说的三电 所谓三重就是 纯电动 混合动力 和轻能源汽车 就是轻能燃料电汽车 实际上大家比较关心的 未来我们混动汽车 上面的发动机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转变 少多人说 最后是不是要消灭那篮球 我说这是一个 很长很长的过程 在整个历史长河当中 有生必然有死 但是就我目前所能够看到 今后的二三十年的当中 它仍然会有它的重要作用 但我们且不说重型内燃机了 其实就是在我们汽车的 轻型内燃机上 还有很多未来所发生的事 也就是说也许你一个 真层式发动机装上以后 用一身油 开100公里 也减少了这个用户的 这个里程忧虑 当然它也是一个竞争 那电池的功能效能也在提升 还有一个方面 我们既然是面向碳中和 我们就考虑整个 道路交通领域当中 我们耗能结构的关系 我们国家三亿五千多万辆车 大概不到五千万辆 中重型商务车 其他都是这个乘用车 而中重型商务车 比如说大壳车 大卡车 尤其是和现在正在 快速发展的物流车 比如说我们一辆大巴车 它日行整理要400公里左右 像这样的定点的 比如说长途客车 它的往往是点对点 大卡车运行大路车 都坐在高速公路上 物流车在分送 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都可以点对点地建立 或者有目标地去建立一些 加进展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行业 达到了基本一个共识 就是今后我们在 中重型商务车上面 会更多地去发展 请能燃料电池 双态目标之下 新能源汽车将面临 什么样的变局 抓住了就是机遇 抓不住就是挑战 汽车发展进入新时代 我国哪座城市 会率先建成世界瞩目的 汽车新城 不能走别人的老路 要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物质 面对新能源车的冲击 传统燃油车企业何去何从 存量我们做创新 随后我们的增量 一定用到极致 我国如何在新能源汽车时代 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汽车补贴政策会不会延长 未来汽车到底会变成什么样 里底对话为你揭晓 对话 由用数字化 让家庄家居快乐简单的 居然之家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技术路径 但是最终呢 我们的新能源车 都要接受市场的考验 但是在市场当中 我们所有的消费者 可能心里都想的是 我怎么能花更少的钱 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国家补贴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 但是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国家补贴可能就到期了 万主席您觉得补贴到期了 会继续延续吗 如果不会延续的话 怎么能更好地鼓励 我们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 购买新能源汽车 到今年年底 我们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售的渗透率 已经超过了10% 也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 市场引领的这个时代 对于纯电动汽车说起来 政策驱动仍然悠有 但不一定用财政步骤的方式 政策驱动可以在税收 比如说购置税上 摇号 过路过桥 出去现行等这个方面 这个对于新能源汽车的 政策支撑我想是在的 但是我觉得国家财政投入 特别是会在充电章 换电站 这个方面给予更大的 当一个新的产品 进入1%的时候 它是需要政策支撑引导的 进入5%的时候 它需要企业和政策双轮发力 但进到10% 那就是围绕用户带动的 那这时候呢 你就要创造更好的应用环境 这个实际上要比 继续补贴某一辆车 可能更有效 主席说的非常对 其实原来政策鼓励 鼓励企业端多干 内展实际上我们市场 还没有形成 就是1.5.10的效应 第一个数 刚才咱们已经讲了 今年1至8月份 整个新能源占 整个销量的渗透率 到11% 8月份终端渗透率超过19 这个时间一定是市场引领的 未来呢 如果政府有政策 我倒真的建议 不补企业了 补用户 补基础设施 所以主席说的 我非常赞成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运营环境建设 我认为我们的 如果要是率先的退破 甚至是取消的话 未必是坏事 是好事 也就是说明 我们的市场化机制 要优于其他国家形成了 第二要补的这个方式 我记得当时我在 工信部工作的时候 我们补生产端 生产端 后来又做了一些调整 就是激励企业创新 就是根据它的叙事历程 能量密度给奖励 就积分奖励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些 一系列的政策的支持 我觉得现在可以考虑 刚才万主席讲的 到需求端 里面更多的补贴给消费者 补贴给基础设施的建设 比如说电价 我们使得它更便宜 使用的更便宜 我能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 就是在有补贴的时候 我们是更注重的是消费体验 花更少的钱 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 但是在补贴退坡之后 更注重的应该是 用户的使用体验 在这些用户体验的提升上 您觉得未来的车企 能做点什么 其实用户体验 应该是我们整个 中国汽车行业 实现换到超车的 一个非常好的引擎 原来咱们的产品定义 就市场调研完以后 更多的是定义车的功能 而不是为了用户体验 来设定的使用的需求 所以车的功能 出去以后 就是一车 这个牵车一面的就来了 但是未来的座舱 未来的车 可以是办公室 也可以是会议室 也可以是家居 也可以是七星级酒店 未来的消费链 也在这里面生成 车都能给你创造 我们车未来 既然电动化了 它也是一个载能 和储能的一个载体 除了用能以外 反向 它也能为我们的市场 为我们的用户 甚至为我们的城市 供应必要的电能 我认为未来 一定会生成 新的智慧交通链 未来我们的车 跟我们的车之间 我们的车 跟基础设施之间 我们的车跟道路 我们的车跟建筑 我们车跟生态 都是可以连接的 它是智能的 所以现在 如果我们的产品定义 第一不是围绕用户的 第二不是围绕体验的 只是设计功能的 就在我们整个集团 包括我们产品定义初期 就会被否定掉 这个是坚决 要满足这方面需求的 刚才万总席也说了 包括王总也提到了 我们来了海南之后 可能下了飞机之后 租一辆智能驾驶的车就行了 我就坐在里边 我把整个海南就都游变了 这样的消费生态 您觉得会实现吗 那是一个梦想 从目前来看 有点雏形 就是一个沿途下淡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技术 可以用的 比如我刚才讲的 那么多的可以通过 互联网服务的 这样一种方式 服务的方式 比如你到了一个 很有名的景点 它就会引导你到这个景点去 给你介绍这个景点 给你介绍美食 给你介绍文化等等 它不完全是替代驾驶 但是它有辅助驾驶的功能 有服务消费的功能 我想在这个环道旅游公路上 当前这些功能的实现 是没有问题的 新能源汽车的出现 会在未来 在哪种程度上 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次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 也收到了一些孩子们 用手画出来的 他们自己 对未来汽车模样的一些畅想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看 这些孩子们都画了一些什么 我们选了其中的六幅作品 万主席 这六幅作品当中 您觉得哪一张 最能引起您的好奇心 个人影响比较深的 可能是这个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像火星车 它四个轮子是能够行驶的 它在火星车上 加了一个小小的车厢 人坐在里边 这未来实际上电动汽车 可能未来的驾驶更简单 更方便 只是孩子们所畅想 他们的第一个 但是大家不知道看到没有 这些汽车和我们 所常见的做的传统的燃油汽车 有一个什么不同 它没有一个大鼻子 我们这一代人已经熟悉了 内燃机汽车 它中有个安装的地方 它一定是装在前面 说这个汽车一定有大鼻子的 而这些孩子们的头脑当中 实际上未来的汽车 对于他们说起来 是无限可塑的 它的轮子可以单独地走的 它是可以和飞机连在一起的 它可以有翅膀的 20年之后 他们就是汽车生产者 他们也是汽车的 未来的用户 小小设计师们对于未来的幻想 可能就是我们今后要奋斗的目标 等他们这一代人 到了我们这种年龄的时候 这些可能就变成了现实 谢谢 从燃油车诞生到现在 一百多年的时间 人类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进行了多次的尝试 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才有了今天汽车产业的成熟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出现 以它更快速地迭代 和全新的发展路径 正在对整个产业链 进行着新的诠释和变革 我们也期待着新能源汽车 能够更好地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场上的三位嘉宾 参与我们今天的对话讨论 也感谢各位观众的光临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